台湾歌坛天后张慧妹 在香港宏馆一连两场的演唱会 1月17号正式落幕 作为乌托邦女王的张慧妹 一开场就霸气十足 她坐在凌空的水晶黄座上 演唱怪胎秀 之后她脱下头上的皇冠 摇身变成摇滚天后 当她唱完开门见山和黑吃黑之后 便开始与台下的观众互动 但谁都没有料到的情况 在此时发生了 张慧妹 你的声音在哪里 我喜欢你 你总不喜欢我 我好怕雷 我爱你 请大家见那个不好意思 因为她是我一个 在台湾很可爱很可爱的歌迷 因为她几乎好多场都会跟来 原来这位公开表白的神秘男生 是张慧妹很熟悉的歌迷 不过她并不是张慧妹 要从台湾带去香港的男生 真正的嘉宾其实是肖敬腾 她的出现意味着她会跟张慧妹 含有的对唱一眼瞬间 张慧妹也坦言 在整个巡回演唱会当中 只会唱这首歌一次 现场的观众真是有福了 我自己私底下是有偷偷在唱 我自己私底下是有偷偷在唱 但是你唱歌没有找我 没有 没有预算 但是我这个 没有开玩笑 我们这个交情还要预算 不是我觉得 我觉得一定要在你的场子 我出现这样比较好 真的吗 YES娱乐新闻中心 香港报道